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培耀 钟定强油画连展在成都开幕 作为四川大维艺术馆开馆之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四位老艺术家的七十余幅油画作品 其多幅作品年代久远 风格多样 每一笔每一画都蕴含着深刻的岁月积淀和艺术修养 据了解 四位老艺术家均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都曾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作为从事教育的艺术教育家 曾先后培养书 罗宗蒂 张小刚 叶永清 庞茂昆等当代著名艺术家 同时他们一直致力于创作 在艺术领域也有着娇人的成绩 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从手边把自己的话都清点出来 他们在对美术的教育思念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所以说我们这个美术馆要弘扬他们的这种执着的精神 近时 位于南冲市顺境区西河又汗四百米的防空堤上 出现了目前最大最完整的三国志巨型雕塑 这些雕塑以故事形态还原了三国西晋史 著名史学家陈寿三国志中的经典画面 这其中包括了董卓费汉少帝 结盟陶董卓 关渡拜元少 徽师平关龙 三顾龙中等经典历史故事 其造型逼真 人物表情各异 积具震撼力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该雕塑采用了四川雅安的红砂盐 运用原雕 浮雕 高浮雕 线刻等多种手法 在线的三国志中16个经典画面 目前该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也觉得要对得起显现 也传承一部分文化作品给我们的支撑后代 所以我们对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重视 也非常非常负责 经历了大半年时间 现在我们都还在局部的作为调整和修改 近日为庆祝张大千门人江平八十岁诞辰 北京荣宝斋将江平老先生数十幅扇面作品 整理成册予以出版 与此同时 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栏目组 也为江老先生赠送话坛巨匠张大千的记录片影集 祝贺其八十岁大寿 作为张大千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 江平擅长工笔花鸟 赛面作品张法有志 涉色爽丽 由于画馋布局一格 素有江馋子一称 其父亲江范仲也曾是上个学期三四十年代 活跃于四川画坛的名家 现代行天地 秦新惠山河 肖家泽国画展3月22号在成都思维美术馆举行 肖家泽是一位著名的武术家 也是一位勤奋耕耘的画家 他将武术的气韵与国画山水的意境相融合 使他的山水呈现了别样的风采 他的笔墨刚进有力 山如箭 林如君 墨色的韵染 色彩的搭配 自然和谐 将中国画的墨分五色 拿捏得恰到好处 本次展览共展出肖家泽国画精品七十余辅 3月22号下午 混沌与神话当代艺术六人展 在思春大学美术馆开幕 据了解 参加本次展览的六位艺术家 都是出生于1970年 1980年代的年轻人 其艺术呈现出相当程度上的贡献 我们第一站是在德国的柏林 他们通过这样的展览 了解到了我们中国当代的青年艺术家 他们的一个创作状态 今天在这儿做第二站的展览 我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也可以呈现年轻艺术家 非常积极的 非常良好的创作状态 他们通过神话或类神话中 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形象 寄托他们对现实的思考 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一个展览就是要 只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同时呢 个体之间 它也应该是各不相同 近时 年仅18岁的小画家陈玉柯 在成都举办了自己的国画汇报展览 作为一位从9岁就开始 学中国画的小画家来说 陈玉柯在兼顾学业的同时 也努力创作 并多次在国内各大报刊 发表自己的代表作 本次展览就集中展示了 它近些时期的几十幅作品 其绘画风格多样 见解独特 既有山村乡野的宁静优美 又有自然景观的相应程序 尽显扎实的国画功底 我举办这次画展呢 第一个是 对我18岁之前学习的一个总结 一场别开生命的艺术沙龙 3月23号在成都温江 乡野村夫文化生活馆 拉开帷幕 著名画家黄涛 与当地艺术外号者 就中国画的人文精神 进行了热烈的对话 黄涛多年来 最新与绘画与书法研习 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近年来 他多次前往台湾 为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 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次乡野村夫艺术沙龙 还举办了一次 亚丸拍卖会 从宋代的瓷器 到近代的木雕 都显示出了 中国艺人的高超记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 名家访谈事件 成都又被称之为荣城 想必每一位成都市民 都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早在1983年 芙蓉就正式被定名为 成都的世花 但是据史料记载 芙蓉与成都 已经是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可见渊源甚广 从古到今 以芙蓉花作为 创作题材的名家 也比比皆是 且各有千秋 但用油画来绘制芙蓉 还真是凤毛麟角 今天为您介绍的 这位画家 他不仅是用油画 画出了芙蓉的体态美 还原了鲜火的 荣城市井形象 还在利益当中 标新利益 打造起了属于 长都的历史文化名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妙手惠芙蓉的名家 杨学宁的艺术人生 小看红湿处 花种景观城 景观荣城绿水环绕 卧叶千里 春有百花争艳 夏有荷塘飘香 冬有辣梅傲雪 而秋有芙蓉摇曳飞舞 相传 在五代时期 蜀后主梦场的贵妃花蕊夫人 最爱芙蓉 蜀后主为取悦夫人 辨植芙蓉 让芙蓉发达根系 固守长池 当后蜀随历史大潮 被赵匡印大军攻破 花蕊夫人为坚守爱情 而被处死 芙蓉也自然成为了 见证梦场和花蕊夫人的 爱情之话 千百年来 芙蓉历经了成都历史的变迁 记录了成都的风土人情 它不仅仅是市民相亲相依的家园花卉 也成为众多画家 绘制作品津津乐道的题材 画家杨学宁也是如此 芙蓉在她笔下心意无穷 情趣妙不可言 芙蓉花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美 是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花 而且定理就是说是 它可以有很多情景 就是它表现的一种仪威的花 它可以是很纯洁 很文婉 很优雅 也很热情 就是它的这种国中 也说是这种情态的这种表现的话 实际上跟那个艺术预言 是非常贴切的 芙蓉的娇艳和傲人绽放的气节风骨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书画家争相歌颂的对象 潘天寿的芙蓉图条符 黄冰红的芙蓉花落 复报时的芙蓉国礼静朝辉 黄皱的芙蓉花静心等 都是以芙蓉作为主角 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量级作品 芙蓉是成都的世话 张大千 武寿梅 周伦园 都绘制过芙蓉 且是画芙蓉的国画高手 但让人奇怪的是 很少能看到有关芙蓉花的油画 在成都画坛 这是一大遗憾 芙蓉花它一般 它是对于这个花的心态 进行归纳 终结 然后找出一定的特点 进行表现 而油画呢 它更多 它有些带有一定的 学生的这种特性 所以它对这种变化的话 它可以更多 更微妙 更丰富 杨学宁画芙蓉 不仅是在行神上魅入骨髓 也在利益当中降薪赌运 这种发自内心的主题表达 杨学宁是游刃有余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曾经的她也曾怀疑过 自己的艺术之路 她纠结许久 到底画还是不画 以何种题材 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 恐怕这一切 还得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说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杨学宁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 当时李文信 冯建武等一批优秀的 国画老师都曾任教于此 杨学宁深得老师的指点 造型能力 艺术修养都有很明显的提升 她原本以为可以学以致用 可在毕业时 从事一份理想中的职业 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 所幸的是 毕业后的杨学宁分到了媒体单位 负责报纸的版面组织 与版面策划 上班之余 对她而言 画画完全是自娱自乐 她试图围到自身所学 可费了很大力气 还是走向了一个十字路口 因为当时的整个经济 我们的经济生活 它还是处于一种 非常低端的这么一种阶段 一种生活的话 对于就是说 是不是你要要的 心中的天平来回摇摆 杨学宁很难对自己的未来 做出一个清晰的选择 无奈之下 他决心前往厦门 或许这个心结 还需要另外一个人 替他解开 当时齐蒙老师 唐朝元他在厦门 那个时候艺术学院 当美术系组主任 去了过后 唐老师就给了很多孤力 他也希望他的质地 能够远着他所走过的 这种道路 坚持下去 在和老师的一番彻夜畅谈之后 杨学宁更坚信了自己的决定 决心弃商从意 或许是因为多年 在媒体工作的缘故 杨学宁总会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 来思考自己的艺术 他依靠自己国画方面的功底 试图在绘画上找寻另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从92年开始 杨学宁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阶段的作品 他用丙袭 无纺布作为绘画材料 绘制出鲜花服饰与女人系列 这些色彩鲜亮的花 直接作为服装 穿在了女人的身上 显示出女性婀娜的体态 隐约当中 仿佛是一个清诚女子 从画中缓缓走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作品创作后不久 就得到了国际艺术经纪人的青睐 他们向杨学宁发出邀请 希望他能够前往美国 然后他们就把我的作品 就推荐给丁少光的这个经纪人 他们就对我的话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就在94年的时候 就邀请我到美国去 就谈活着的这个事情 到了美国 杨学宁却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他一边积累自己的作品 一边参观当地博物馆 就在等待回复期间 他渐渐发现 美国的艺术市场大不如从前 自己当前的作品风格 也不再像以往受到追捧 杨学宁知道 如果再这样走下去 到头来只会走投无路 但是我到美国去了过后 就发现云南花牌 在那个年代 已经等于都死了 如果说你再有这个音质在里面 你的画面里面有这个 你看得出它的影响的话 它就会对你基本上就不受欢迎了 在这种契机下 杨学宁转变了自己的作画思路 开始用油画创作自己的梦之音乐系列 他将花卉演变成中外乐器 西方的萨克斯 东方的索娜 妖鼓等都出现在画中 心中的音乐 浪漫化的花卉服饰 以唯美的女人的形态表述 营造出一种梦幻感 这在当时可并不多见 这个作品呢 就是在这一部分 开始就是一玄花 女人 然后呢就加上了 加进了也是跟她服装 就加进了营业的成分在里面 给中规的这个表演服装 基本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 在大多数设计师 都已沿用着思路时 杨学宁又尝试着 为自己的创作找寻新的灵感 但由于自己的服装情节 她开始用水作为服装 表现女性的体态美 可在新媒体技术 革新速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她又不得已为这种尝试 画上了一个句号 用鲜花 服饰 女性 音乐 水等元素 来表达自己的作品 这是杨学宁在艺术创作前 二十年的三种尝试 可没想到的是 这些主题似乎找不到 永恒表达的空间 这种尴尬几经让她苦恼起来 这几十年的艺术探索 难道就此放弃吗 如果要继续 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二零一零年 杨学宁开始担任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专职画家 她开始重新定位与选择 她希望自己的艺术 能够与现代城市相结合 她开始陷于一阵苦恼 到底应该以何整载体 作为表达的对象 一个职业手准备双通 有一幅画 很多人就画了一幅服装画 结果才发现这个芙蓉花 作为成都市的史花 它是一个很有理事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 口菜或祝福 祝愿或者说一种心愿 在杨学宁看来 身在荣城 若能将芙蓉作为自己的绘画题材 是自己的荣幸 她曾试图把自己的芙蓉 与城市名片嫁接起来 把芙蓉的体态美 转换为城市的形象美 可是在反复思考中 她又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这样看来更显韵味无穷 杨学宁画芙蓉 不循规道具 她陶醉于花蕊和花瓣 细致入微的表达 而略去敬业 每一篇芙蓉都显露出一个润子 这种纯天然原生态的气息扑鼻而来 仿佛能让人闻到大自然的清香 静观杨学宁的作品 她常用油化颜料表现水墨的浸润感 将中国传统的水墨情绪 与当代油化的时代感完美结合 其芙蓉花蕊与人心心心相应 她画中隐约可见的建筑图像 和孩童们的身影 又似乎嵌入了作者在图示和意念中的 超现实主义理念 使简单的图示画变得更加丰富 和具有某种隐喻性 那么她这个呢 就是说对她的这些一些表现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城市 对于城市的一些回忆 当年走马进城西 曾为梅花醉入泥 二十四里香不断 青阳宫至幻花西 这是南宋路由 对长都芙蓉花开盛景的描绘 荣城作为现在国际知名的文化休闲城市 在日益变化的城市化进程中 高楼所立 各种名画珍草被园林诗归画 成为城市的新宠 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长都人的芙蓉花 却很少成林看见 在清静毕生画芙蓉时 杨学宁身上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她渴望换回成都人 对曾经美好记忆的回忆 她试图去寻找苏氏笔下的 千林扫作一番黄 唯有芙蓉独自放的景象 就是这个芙蓉花呢 它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富豪 就我们出了点就是说 你对芙蓉花它本身去精心的 就是说是创作以外 那么它更多的一定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推动 就是说大家进一步 通过我们的这种艺术创作 去了解这个城市的芙蓉花 它就是城市的这种 富豪新印象的 这么一个工作在里头 根在千年前 花在千年后 在穿越千年的时光后 芙蓉花盛开的景象 再次在杨学宁的画中盛发 她所勾勒出的人文历史和百态人生 也让留恋故土的人 多了几份回望过去的勇气 这种穿越时空的美丽 从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渐渐走出 常放在人们的眼里 也铭记在了人们的心间 杨学宁 这位从传媒领域走入 中国时尚服装前沿阵地 从国画出发 而以油画成名的画家 用芙蓉打造了她新的艺术生命 也打造了属于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为了重现西市荣城的盛景 她努力构建起人们对于芙蓉花城的记忆 在她油画构筑的精神世界里 芙蓉四季敞开 她开在杨学宁的笔下 也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巴蜀话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下周同一时间